有一個保溫室 就是都要命太冷的話 就很像那個什麼鋁箔紙 鋁箔 浮在身上可以讓你保溫保冷 這樣子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好好日本 那的話今天的話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那的話這樣東西的話 就是最近在日本跟台灣地震非常頻繁 大家可能會非常需要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日本他們這幾年 從去年開始就在推出的一個急救包 那這個急救包它有分非常多種尺寸 那我買的話是一人用的尺寸 那裡面就有放21項的 就是緊急生活必用品 就是在你逃難 就是發生任何天災啊 或者是地震等等之類的一些就是天災 就是要逃難的時候 你只要帶這一個包包 就可以逃生這樣子 那這一個包包裡面就放了非常多 可以讓你活命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來開箱給大家看吧 那它這個包包外層簡單做的話就是防水 然後呢也是 這樣21樣東西在裡面 這樣大概猜多少公斤也不用吧 對那的話裡面的東西的話 就是可以裝超多 我覺得說真的日本人能把收納空間 就是收到一個極致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後面的背包 背的就是很特別 它這邊就是可以調長度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重點的話就是它這邊有夜市 就是會發光 就是你知道晚上你找不到停電的話 你看到這兩條線有發光 就是誒這個是救難包 趕快把它拿走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就是基本上就放了 最基本的21項東西 那我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這21樣裡面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那首先第一樣呢就是最基本的嘛 就是手套 然後呢還有食物的話就是這個罐頭麵包 雖然它這邊吃的只有放就是一份食物而已這樣子 那它有很多種 就是其實你可以再另外加進去 但是不要太重 讓你整個就是拿不了 或是整個讓你阻礙你的逃生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這個的話就是防菌 就是洗手乳 然後跟最基本的就是水 有兩瓶保存水 那就是兩瓶水 就是在你逃難的時候可以喝水 然後呢還有就是簡易的廁所 那就是你沒有外面的地方 就是沒有辦法上廁所 就用這個簡易廁所 裡面有三個在裡面喔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保溫室 就是都要命太冷的話 就有點像那個什麼 鋁箔紙 鋁箔 鋁箔在身上 可以讓你保溫保冷這樣 然後還有就基本的就是 Fastical kit 就最簡單的基本醫療用具啊 什麼OK縫啊 消毒的東西都在裡面這樣子 再來的話就是浴衣 登登 然後還有就是牙刷 拖鞋 然後最厲害的是他們這個 那它是有收音機的功能 那它還有就是手電筒 還可以當充電器 那的話裡面的話就是 你用手握 就是手捲的話 它也可以自動充電 這個很不錯 就是可以隨時知道 就是收到一些訊息啊 單單訊息啊 或者是說 要那個 看那個什麼 路上太暗的話可以照 這個也錯 然後再來最基本的 口罩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就是野罩 然後還有就是耳塞 跟那個什麼 那個警診 然後呢 還有就是附在地上的 電子 然後還有就是 提水袋 就是萬一沒水要去取水 可以用這個袋子去裝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救命 哨子 救命哨子 然後當然就是 奶奶包 然後跟就是毛巾 就是可以擦身體的毛巾 大致上就這樣 那大家看就是 這一些東西就是可以裝超多的 就是一個包包裡面就是 裝了大概 可以讓你逃生用的 比如說就是 這些東西大概也只能 就是生存到一到兩天 就是等待救援 那最近的話就是真的非常多天災 那我覺得說就是 買起來就是有備無患 那就是這一次的地震 大概也是非常突如其來的地震 那的話就真的 很多傷亡等等之類的 那真的是非常遺憾 那我覺得說 推薦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在 就是遇到災害的時候 會有需要的話 可以用這些東西來幫助你 來就是那個存活這樣子 那也沒有就是 這也不是業配 就是我純屬個人自己 很推薦的東西 因為最近日本政府也都在推這些東西 說欸你們可以買這些 既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 雖然價格有一點貴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生命是無價的 那的話就是 買起來就是有備不換這樣子 那不只就是說網路上有賣 那的話就是像無印良品啊 還有就是 唐吉哥德啊 或是很多那種電器行 B camera 他們那些都有在賣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台灣的話 應該是無印良品那邊也有在賣 我有看我朋友在講 那的話就是說 來日本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賣 對 因為最近有很多 我從台灣來的朋友 也在講說 他們想要買防災用品 因為日本的防災用品 厲害像什麼罐頭啊 跟就是什麼 可以長期放很久的食物 等等之類的 還有就是一些各種 就是防災神器 就是推薦大家來日本的時候 不妨可以來購買這些東西 來就是放在家裡這樣子 那建議大家放的時候 就是放在玄關那邊 因為放在玄關的話 才能就是你逃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想要去哪兒的東西 就是馬上要逃走 或者是說有些人 就直接放在床邊也可以 床邊的話就是 萬一發生任何時間 拿起來趕快逃走這樣子 那就是最近就是地震 還是非常的多 餘震也都還是有 那大家還是一樣 就是要希望大家小心這樣子 對 OK 那的話我們這一次的影片的話 就到這邊啦 那大家就是最近就是地震啊 非常的多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的話 就是不管日本還是台灣 都是地震很多最近 所以真的大家 嗯 小心 別只能說小心 然後期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那今天影片的話就到這邊啦 那大家 來日本廚房可以買張開 或者在台灣也可以去看一下這些 放在用品 真的我覺得就是買起來有備無患 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到這邊啦 拜拜 那這一次地震非常嚴重 那就是身邊很多日本的朋友啊 同事啊 主管們都不斷的私訊來問說 台灣沒有沒關係嗎 怎麼樣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 儘管講 真的是覺得說非常的感動 甚至還有人說頂到這個月 上個月份的薪水 就要馬上去捐款 我覺得說 真的就是台日友好 讓我真的感覺到非常感動 那我們大家就盡我們的所能 來去幫助那些所需要幫助的人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